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5月7日,主持人李沙明子在社交平台发文承认恋情,配文称,是的,我恋爱了,而她是一个温柔的人,引来一众网友关注。 李沙明子还提到了前任,并直言新歌是写给前男友的,歌曲叫《我在星期八等你》,意思是在不存在的日期,等等不到的你,称自己当时是恋爱脑,一度以为困在过去里,走不出来,不过好在现男友把自己拉出了阴影,于是创作了这首自我嘲讽的歌曲。 最后李沙明子也写道,这首歌,除了安慰自己,更要治愈,和她灵魂相似的人,还告诉大家,要相信无论今天的你,有多么痛苦,都别轻言放弃,因为总会有一个人,和明天一起出现。 李沙明子自爆恋爱的消息,引来不少网友评论,大家纷纷祝福,留言送祝福。 李沙明子,从小就展现了很强的主持天赋,大学就读于武汉大学,新闻传播学院,学的是播音,主持艺术专业,大三时,就在湖北的一家电视台,主持了三档节目,2015年开始担任芒果TV主持人,主持了偶像万万岁,百万秒问答,新闻大求真等节目。 李沙明子,也在四小花中,获得重点培养,以旁听生身份,参加湖南卫视,一年级毕业季。 近年来她还参加了,央视,主持人大赛,凭借优秀的业务能力,取得了不错的名次。 此外,李沙明子,非常有台,业余时间,还会创作歌曲,目前已经发布了,多首单曲。 李沙明子,就像很多,追梦演艺圈的人,多才多艺,为了实现,自己的梦想,不断去尝试,各种各样的渠道,让更多的人,看到自己。 至于李沙明子的男友,究竟是何许人也? 在节目中,提到现男友时,作为节目导师的王源,十分兴奋,还表示自己,认识李沙明子的新男友。 大张伟,陈丽等其他导师,也纷纷进入吃瓜模式,场面一度非常热闹。 最后,祝愿李沙明子和新男友幸福美满,也期待李沙明子,为大家带来,更多好听的歌曲。 声明,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果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。谢谢。 And,她走了她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